我国第三波疫情已经持续了大半年 经济重镇雪兰娥和吉隆坡两地的确诊数字天天破千 今年两地的新增病例总和更是攀升到2220宗 医疗照顾还能不能做好做满各界都在关注 雪州卫生局承认沙登农业博览馆低风险隔离与治疗中心 出现管理缺失 不过他们承诺会做出改善 隔离病患在社交媒体发文 批评雪州沙登低风险隔离与治疗中心乱象百出 迫使雪州卫生局二度发文告来回应指控 卫生局解释超过70岁的老年人 以及小于两岁的孩童 原本应该送往双溪茅诺麻风病院的隔离中心 不过该中心已经超出负荷 才转到沙登来 再加上巴生谷的确诊病例暴增 导致隔离中心拥堵 因此当局正在原址上新建另一座礼堂 以收治更多病患 文告说 目前中心共有5869张病床 平均每天有600名患者入住 最高峰时期是1800人 为了确保登记没有疏忽错误 同时对每一位患者做健康检查 包括超声波 肺部X光和血液测试等等 所以才会需要较长的时间 另外 针对患者投诉 隔离中心太冷 食物不足 以及厕所肮脏等等问题 当局回应到 中心的厕所每天清理4次 75%的患者都满意厕所的卫生情况 不过当局承诺 会调整隔离中心的温度 同时改善膳食的安排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哪里有很多白马兴社电视统合